那我们接下来呢 也要来谈直接法 好 直接法的编表 我们说只有营业活动 才有所谓的直接法 间接法之分 那投资跟筹资 没有这个不同的 所谓的直接法 间接法没有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呢 直接法跟间接法 其实它的编表的方式呢 只有营业活动啊 那你想想看 营业活动 为什么会产生现金的流进流出 从我们的编业表里头 就可以看出来 编业表 如果我是个买卖业 我会有销货收入 我要知道我销货收入 收到多少现金 第二个 我的编业表里面 就是会有费用嘛 我的支出 那我的费用 可以分成两个 我买进来卖掉的 销货成本 真正付出去的现金多少 那就是等于是说 我买进来的商品 我买进来的存货 我付了多少现金出去 在我损业表里面 所承认的费用 要跟我营业活动有关系的 好 我承认的费用 有付了多少现金出去 好 所以 从我们的损业表里头 去找到 跟我营业活动 有关系的这些收入 跟它的费用 我到底收到多少现金 付了多少现金 这个就是我的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的分析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损业表里面 好 我们看一下 652页 说损业表里面 我们承认 我有收入 销货收入50万7千 那到底 我收到多少现金呢 随意表说 我有销货收入50万7千 那我因为这个收入 收到的现金有多少 那我们就要想 我跟销货有关系的相关科目 除了现销 借现金之外 那我有个什么 12销啊 那就是我的运收账款啊 好 也就是说 我损业表里面说 我有收入 销货收入50万7千 我收到多少现金呢 就是我要去查 就是我要去算出来的 那你要记得 我们的现金流量表 已经讲过了 我收到钱 我就全部承认 因为销货而收到的钱 我全部都认为 在现金流量表里面 就当作当年度的 收到现金的收入 所以我不管我这个收入 是预收 还是运收 而今年收到的钱 只要是我今年收到的钱 我就要管说 是因为销货 这个销货有可能是什么 上年度销货的收入 我还没收到钱 产生的应收账款 有可能是本年度销货 而收到的现金 有可能是预收 我还没有把货交给对方 但是他已经先付钱了 我收到钱的 原因是因为销货而产生的 在我编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全部都是因为销货而来自 顾客的现金 所以就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应收账款 好我们这边来看呢 在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我的应收账款 资产期出 如果他还记得 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讲第三章的调整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 印记基础跟现金基础 好 我们的损益表 没有特别强调 一定是什么 按照印记基础去做的 编制的 所以我的损益表承认一个 Sales Revenue 50万7千 但是我的资产负债表 有一个应收账款 期出 期末 好 拿课本上面651页来看 应收账款 因为应收账款就跟什么 销货有关系 所以我讲说 你的科目要用对 好 你卖土地 而产生的应收 你又不是土地开发商 这卖土地不是你的正常 营业行为所产生的 债权你就不能叫做应收 好 所以我就刚刚有特别提了 好 应收账款 期出1万2 期末 2万8 有没有讲反 看一下 应收账款 看错 应收账款 期出3万 期末2万 好 从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应收账款 期出是3万 期末是2万 好 所以我们就要去找 应收账款是跟销货有关系的 应收账款 50万 销货收入有50万7千 如果根据我期末的应收账款 还剩2万的话 表示我今年度的销货 我只收到现金是48万7千 因为50万7千减掉2万 期末应收账款就表示还没收到钱 还没收到钱 在我的现金的浪表就不算是 就包含我的现金的浪表里面 所以期末的应收账款有2万 表示什么 我当年度的销货收入有50万7千 扣掉2万 我只收到48万7千块的现金 因为销货而产生的现金 但是期末有3万 应收账款期末有3万 表示我今年应该收到3万 应收账款一定是短时间的 最短则 一般来讲可能是3个月 最长就6个月 我1月1号的 假设上个年度 12月31号所产生的应收账款 就算6个月 我6月30号 今年度的6月30号 有收到现金 只要是我今年度 因为我之前的销货而产生的现金流入 都算是我的营业活动来的 销货来的现金流量 所以我说了 我的现金流量表 我是只管我今年收到的钱 我不管我这个钱是收到 以前的应收今年收限 还是收到明年未来要 要销货的预收 只要我现在收到钱 就是我现金流量表里面 要报导的现金 好 所以呢 我的应收 我的现金呢 来自客户的 好 前面呢 这里跟这里一样 因为我就不再写了 这个开头是一样 好 因为它是Direct Method 我是Cash Flow From Operating Activity 好 然后呢 所以这边是跟它无关的 这个文字写到这边来 因为一样是 来自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 然后我呢是Collection 从客户那边收到的钱 From Customer 我从客户那边收到的现金有多少 收到的现金是 五十一万七千 随意表上面说我收入了五十万七千 但是我的应收账款期初 跟期末比较我应收账款少了一万 应收账款为什么少 没有告诉你是冲销坏账 那就表示什么 你收到钱了嘛 所以你因为销货 在这个年度2017年 因为销货而收到的现金 不是只有五十万七千而已 而是收到五十一万七千 因为有上个年度的应收账款 今年度收到了 所以我来自顾客收到的现金是五十一万七千 因为他的收入只有一个 所以很单纯 那再来看一下呢 他存意表里面 接下来就是什么 他的销货成本 销货成本我要去找 我要找的是什么 我向我的供应商买货 付了多少钱出去 我要知道是我买了 我跟供应商买了货 我付了多少钱 还没有付钱的 不在我的现金流量表 因为我还没付钱 就没有现金的流出问题 所以我要找的是 我因为买这个商品 买我的存货 而付的现金有多少 不管这个存货是 以前该付还没有付 还是我先预付未来的 不管只要我付钱出去就算了 所以呢 我就要去找出来 我pay to supplier 我付给我的供应商的金额 好 那一样我们来看 这个付给供应商的金额 你就麻烦一点 因为第一个 因为你不知道你当年度进货多少 你不知道你当年度进货多少 你就不知道你负了多少钱出去嘛 所以我要先找出 当年度的进货的金额 然后再来找出 我进货付给供应商的现金有多少 所以你要两个动作 才会找得到你要的资料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销货成本 好 我的应付账款 还有我的存货 好 我的销货成本 存货 存货 跟应付账款 好 存货 印付账款 看一下我的存货期出 销货 销货成本 是5万 期出的存货是 1万 期末是1万5 好 期出1万 期末1万5 然后我的销货成本 存货表上面出现15万 我的应付账款 看一下 应付账款同时 把资料先写出来 应付账款期出 1万2 期末2万8 好 我们先把资料先找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销货成本怎么来的 期出存货 加本期进货 减期末存货 记得吗 好 我的 期出存货 Beginning Inventory 加上本期的进货 Purchase 减掉我的Ending Inventory 期末存货 得到我的Cost of Goods 这是我的销货成本 期出存货 告诉你了 1万 现在我不知道我本期进货是多少 减掉我的期末存货 这也告诉你了 1万5 好 损益表上面告诉我的销货成本15万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算出我的进货金额 我今年度进货金额 今年度进货多少呢 进货的是15万5千 对吧 很简单嘛 好 那我进货的15万5千 我付了多少现金 这个时候你要去找你的什么 应付账款 我先假设我进货全部付钱了 如果我全部都付钱 我的应付账款就会零了 可是我的应付账款有为零吗 没有 我期末应付账款还有2万8 所以表示我上个年 今年度的买进来的有2万8还没付钱 所以 15万5千我要减掉2万8 然后呢 期术的应付账款 你哪有欠人家欠一年多 这么还没还呢 所以我刚刚讲了 因为营业活动基本上你的欠款的时间 也不会超过6个月 所以期术的应付账款 你今年度一定也还了 你还了就付钱啊 所以你的现金流出就会增加 所以呢我们的一 期初的还掉期末还没有还 所以 整个来讲 我是不是应付账款增加了1万6 增加1万6 应付账款增加就表示 我还没有付那么多现金出去 我买进来的商品 没有付那么多的现金出去 所以减掉1万6 所以我这边是什么 12万 12万9千 13万9千 13万9千 好 所以呢 我pay to supplier 就13万9千 好 损益表里面 除了 付给供应商的现金之外 接下来就是费用啊 我发生多少费用 费用两个 好 两大类 一个是什么 我的operating expense 我的营业费用 我付了多少 营业费用里面呢 他告诉我说 你折旧费用就不用管了 因为折旧费用本来就没有付现金啊 好 我们的营业费用 损益表上面 营业费用11万1千 可是我全部只有付11万1千吗 的现金吗 所以你要去看 你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资产 有没有预付 我的流动负债里头 有没有应付 好 那这个例子里面 流动资产里面有个预付 预付多了4千 预付多4千 表示我今年多付钱出去了 可是因为我还没有耗用掉 所以没有承认费用 所以损益表里面所承认的 营业费用 11万1千 我不只付11万1千 我付的是11万5千 还有4千没有用掉 所以是列在什么 预付费用里面 所以呢 我有Path for Operation 11万5千 好 11万5千是 营业费用有11万1千 但是我付的现金不止 因为我的预付费用多了4千 所以我今年度付了11万5千的现金出去 只有4千 因为还没有耗用掉 所以我放在预付 那我的承认 损益表上面承认的费用 只有11万1千 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有什么 Pay for Tax Income Tax 支付所得税 好你可以看一下 损益表上面的说 我支付所得税 4万7千 好 那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是不是有个支付 我是不是有一个Income Tax Payable 应付所得税 期初是8千 期末是6千 所以应付所得税是上年度已经承认所得税费用了 而我今年付钱嘛 好 所以呢我们一样 我的所得税费用4万7千 我付多少钱出去呢 可能付的更多 可能付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要去找应付所得税 那你可以看我的应付所得税少了2千 我刚讲了应付所得税 没有告诉你特别原因 一定是你付钱的嘛 你付钱给政府了嘛 你缴税了嘛 所以你的应付才会减少 所以呢 我支付所得税 不是只有4万7而已啊 我支付了4万7之外 我还要付以前的应付 所以我付的是4万9 好 所有就这样了 有利息 对不起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Intreet expense 4万2千 他没告诉你 利息还没有付 有没有利息 利息有没有付就看你的什么 应付利息 如果你的流动负在里头 有应付利息 表示你的利息费用里面 没有付那么多现金出去 所以我们要找出来说 我承认费用 那到底付了多少钱出去 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承认的费用 那到底我付了多少现金出去 我承认的收入 我到底收到多少钱 好 所以这是现金流量表的存在的价值 所以我除了所得税之外 这边漏掉一个 我还有一个什么 Pay for interest 我的利息费用 好 付了4万2千 因为损议表上面承认 利息费用4万2千 而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没有应收 没有预付 所以表示 我的利息费用全部就付现金了 好 所以把它合计起来 一定也会什么 17万2千 所以呢 不管你是直接法 还是间接法 其实你只是编表的方式不同 但是 对于你报导 来自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的金额是 不会因为你直接法 而间接法的Inflow Outflow的金额 不一样 所以直接法 跟间接法 我营业活动 来自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 都是17万2千 只是我的表达方式不同 间接法 我先从损议表里头开始做 InDirect Method 从损议表里头开始做 把损议表里头 不涉及现金的收入费用 剔除 损议表里头 部署营业活动的科目 交易 剔除 调整掉 然后再来比较 其初其末的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的变动 这是我的营业活动 好 那直接法呢 我从损议表里面去看 损议表里面 跟我营业行为有关系的收入费用 我要去找出来 我收入收到了多少钱 我的费用我付多少钱 就这样 那这个损议表里面 就有销货收入 营业费用 还有我的销货成本 那销货成本 我要知道我付了多少钱 给supplier 我就要从什么 从我的那个销货成本去推出来 我的净货的金额 那净货的金额 再从我的应付账款里头去推出来 我付了多少钱出去 营业费用 就要去看你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流动资产有没有预付 流动负债里头有没有应付 好 预付是我先付了钱 但是还没有耗用掉 可是我付钱 应付是我承认的费用 属业表承认的费用 可是我还没付钱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差异性 你是该加还是该减 所以你从他的这个性质发生的 那个情境来去推想 你是付钱了而产生了预付 但是因为还没有耗用掉 所以产生预付 你承认的费用 但是你还没有付钱 所以产生应付 好 所以这样子一路算下来 最后一定也是17万2000的 来自营业活动的现金 净流入 好 所以这课本上面呢 好 讲那么多呢 其实就跟课本上写的一定是一样的 不一样我投给你 好 你要我的头干嘛呢 好 请你看一下656页 他先讲的是什么 间接法 好 你可以看呈 14万5000 然后一路写下来 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的来自营业活动的现金 净流入 是不是什么 17万2000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直接法 请你看一下直接法 直接法在我的664页 好664页也是跟我们课本上面的651页的例子完全一样 但是你可以看 我直接让大家看一下 他最后编出来的结果 好 请你看一下呢 670页 好 一样是Computer Service Company 好 这是Direct Method 请你看一下 他的Cash Flow 或者是Net Cash Provided by Operating Activity 17万2000 跟我这边写的完全一样 好 那你看他的内容 内容里面呢 Cash Received from Customer 51万7000 然后呢 你配 好 那个简单 你现金 Pay to Suppliers 13万9000 Pay for Operating Expense 11万5000 Pay for Income Tax 49000 Pay for Interest Expense 42000 跟我写的完全一样 这就是直接法 间接法 这样搞懂了吗 好 至于其他的投资活动 投资活动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既然放到670页 所以一样 我的这个 Net Cash Use by Investing Activity 就是我这些地方 Outflow 我投资活动的现金净流出14万1000 跟这里一样 然后呢 我的投资活动 投资活动的现金净流出9000 好 跟课本 那个670页 跟我这边写的完全一样 好 只有营业活动才有直接法、间接法之分 好 所以呢 如果是间接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课本上面里面的间接法 它应该也有一个完整的Cash Flow 659页就是一个间接法的 好 那我们不管它的营业活动 因为营业活动 我们刚刚已经看过 我只要让你看一下 我的投资活动跟筹资活动的 659页的写法跟670页 是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筹资跟 投资跟筹资是没有不同的 没有直接法、间接法之分 只有营业活动才有直接法、间接法之分 好 这样清楚了吗 所以其他的就没有这样的差异性了 好 这是第13章所讲的 所以我们有讲到Appendix A Appendix A 好 这是我们的间接法 直接法 这是 不要 不是 A 因为呢 我们不去讲它的Worship 就是 不要去谈它 不谈它的那个 工作底稿 只要你会编就好 工作底稿的目的 就是要协助你去编表而已 好 所以我们就不讲那个 你要 我们有讲到13 Appendix 13A 好 所以请你回去 这个地方都要复习